传说在上古时期 黄河中跃出一匹四龙四马的怪兽 身上印着奇怪的图像 被称为河图 而在落水中出现一只神奇的大龟 背上也刻着奇怪的图像 被称为洛书 而福西正是看了河图洛书 画出了八卦图 这就是中国民间传说中 一经的起源 那么这些传说是不是真的呢 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河图洛书 与易经又有着怎样的观点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易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第一集 龙马富途 中华文化的根源在什么 在河洛书 河洛书是什么 河洛就是黄河洛水 那个区域很广 所以河洛文化 它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源 会把我们中华民族 包括在海外的华侨 所有的人心都汇集起来 那什么叫河洛文化呢 就是相传在黄河 曾经有一匹龙马 它这个马的肚子上会有很奇特的一些图像 因为它发生在黄河 又是龙马富途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河图 在洛水也发现一只神龟 它的龟角上面有很奇特的书文 所以我们叫洛书 河图洛书 我们如果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的话 会发现了 《易经》里面很多观念 居然都是从河图洛书 演变出来的 当然有人会说 这个河图洛书根本是假的 是有人把它编造出来的 我觉得我们也很难去考证说 到底是真的假的 可是我们看来看去觉得 它里面 就那么几个很简单的图像 居然能够把《易经》的道理 从里面抽离出来 这不是很有趣吗 因此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 来看看什么叫做河图洛书 龙马富途 我们把它叫做河图 它就是有两种点 有白点 有黑点 这是什么 这就是像 像是非常简单的 要么白点 要么黑点 我们把它想通了 这就是阴阳 有阴有阳 而且它会变化 故事说每个地方都一样 我们后来 我们后来把它编了一首叫做河图歌 我们把河图歌先念一下 大家有个印象 天一生水 天一生水 第六成之 第二生火 天气成之 天上生木 第八成之 第四生金 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 天五生土 意识 成之 听到这里 你马上感觉到 这里面不是有五行吗 不是有阴阳吗 然后下面告诉你 一六在北 二七居南 三八居东 四九居西 五十居中 你马上又想到 那不是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吗 你看阴阳五行方位 就是那么几个点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 一经细词中说 何出土 落出书 圣人则知 1987年出土的安徽寒山 恢复玉片 则为落书图像 可见何图落书的传说 并非虚言 那么 何图落书到底是何人所惠 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图像 会蕴含着阴阳 五行 方位 如此重拓的信息呢 我们为什么把义经叫做天人之学 其实跟这个蛮有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在黄河滚滚的这个水流当中 会突然出现这么一匹很奇怪的龙马 也不像龙也不像马 但是又像龙又像马 他的这个肚子旁边呢 有这些记号 这是谁弄的 后来就说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 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 天垂象 天在很多地方都垂象 他生怕人看不懂 干脆 干脆 弄一批怪物 弄一些很奇特的 像 看看你们还能不能看得出来 果然 圣人看了以后就觉得 这不是一般的 这是很特殊的 一定有很特别的意义 所以他就好好去悟 白点里面 好像有一 有三 有五 有七 有九 那这不是数吗 所以你看我们从像里面就找到 背后那个数就出来的 那一三五七九是什么呢 是基数 是阳数 也叫做天数 所以有天一 天三 天五 天七 天九 那黑点呢 黑点是二四六八十 那么刚好 那不是偶数吗 那就是因数 也叫做地数 所以有第二 第四 第六 第八 第十 越看越有秩序 用现在的话来讲 越有它的系统跟逻辑 这一定不是 随随便便弄出来的东西 是老天 有意要告诉我们一些 大道理 大家再把整体的核图看一下 一跟六一对 二跟七一对 三跟八一对 四跟九一对 五跟十一对 你看 一跟六相差五 二跟七相差五 三跟八相差五 四跟九还是五 五跟十 当然是五 它每个地方 那个阴阳的相差的数 都是五 所以五摆在中间 五就变成整个核图的核心 也是义经的核心 你为什么 因为人 一个手伸出来 有五个手指头 你从其量 只能用五个手指头 你五个手指头 就可以掌握全体 人才是万物之灵 一边五个 合起来十个 这不是很巧合吗 你看天一 第六相差五 第二天七 还是差五 天三 第八 第四 天九 通通差五 再看最后那个 天五 第十 也是五 所以我们中文对这个五 它是非常重视的 你看我们讲 队伍 我们现在要了解 凡是队伍就是你可以完全控制的团队 才有资格叫队伍 否则就不叫队伍了 叫什么 叫第六 因为它溜来溜去 根本你就抓不住 那什么有资格叫队伍呢 通过河图的像 我们看到了树 但是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河图歌中说 天一生水 第六成之 这不仅使我们困惑 天一为什么会生水 第六又如何能成之呢 为什么天一生水 天一怎么会生水呢 那为什么还要第六去成之呢 我们就悟到 原来啊 像也不是最初的东西 树也不是最初的东西 最初东西就是那个气 我们现在很喜欢讲气质 什么叫气质 气就是阳 质就是阴 气就是基数 质就是藕数 大家看一看 天一为什么生水 就是那个气啊 它是到了北方 因为北方比较冷嘛 那个气到了北方以后 它就变成水 水就降到地下来 就成什么 就成质嘛 那个地上的水 是从天上来 所以我们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 自古就讲这句话 气代表天地之间 万事万物的运行的力量 你看人一生下来 一口气不来就完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活着也是一样 活着就是一口气而已 所以为什么中文到最后都讲 你要争气 要争气 因为气到哪里 那个树就到哪里 气到哪里 气树一成 那个像就出来的 我们常常讲 气象万千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气 它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孔子讲得很清楚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变化现意 那个气在天 它叫做像 在地就叫做行 行是比较偏重于物资的 像是比较偏重于精神面的 它是能量的 你看天上 它除了气象以外 它还有别的吗 没有 如果天上有物资 它一定通通掉下来了 那说不定还伤害到人 地上呢 地上差不多都是物资的 如果变成气的话 它就伸上去 就跑到空中去了 就是因为地上的 只会变成气 然后就跑到天上 变成像 然后像再下来 这样就构成什么 构成天地之间的 循环往复 那我们人类 才有办法生存 我们都知道 天垂向 是时时刻刻都有 但是最具体的 就是什么 就是河图 洛书 河图 它从哪里来 我们不知道 龙马到底有没有 也不知道 反正呢 我们把它看成天垂向 应该就可以了 天垂向 就是老天 他把 河图 跟你 展示出来 他说表现的是什么 是什么 没有文字啊 当时哪里有文字 有文字人类也看不懂 他就是一个树 一个树 树又从哪里来 树是由气来的 所以叫做气树 三国时代 孔明想尽办法 终于把司马仪父子 把他诱尽了 上方谷 把火烧 烧得 司马一都知道 完了完了 今天 一家人都死在这里了 但是 突然间 群客之间 老天下了急暴雨 那个雨量之大 把所有的火 瞬息之间 就熄灭了 诸葛亮讲一句话 汉是气树已尽 就在讲气树 没有气 哪里有树 没有树 怎么会有像呢 所以像这些 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气 它有阴 有阳 就是我们说的两疑 气里面 有阴 有阳 所以我们叫做阳气 阴气 我们每天都在讲 实际上都是 一经里面的东西 两疑 如果阴跟阳分离 那就阴归阴 阳归阳 那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两疑它要化合 太极以生两疑 叫做一分为二 两疑它化合 就是二合为一 这两个要同时都进行 它就会变成金木水火土五行 河图中的图像之所以被称为天垂象 是因为它所呈现出来的图像 就是大自然中的现象 我们认真观察自然 就能够理解 什么是树 什么是气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说的五行 又该如何理解呢 什么叫五行 行就是那个气的流行 没有气 你怎么能行呢 气 代表天地之间 万事万物的运行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呢 它是有方向的 大家看到那个水的方向是向下的 所以水就代表 气向下流的那股力量 活是向上的 所以活就代表气向上冒 向上行的那股运行的力量 木头 它是向四方八面扩散的 金是由四方八面记在一点的 一个向内 一个向外 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就四个了 还有一个图呢 它就是平行而不蠢邪 就叫土 凡是四平八稳的那种运行的力量 都叫土 所以中国人最自豪的 就是我们是中土 我们是中原 这个我们慢慢要去了解 这不是随便说的 气的运行 它不可能没有方向 有的方向 那五种吗 东南西北中 上下左右中 都是五嘛 所以叫五行 不要把五行解生生 五种构成的基本元素 那不对 五种构成的基本物质 那更不对 它是气的运行的方向 所以宇宙旺有 最初是从哪里来 从气化来 什么叫气化 就是物质变成能量的那个过程 就叫气化 气化包括什么 包括五行的人 跟有行的资 就是物质跟能量 它同时都存在 这个西方一直到爱因斯坦 才告诉我们 职能是负变的 其实我们一经老早就讲 阴阳会负变 阴即会成阳 阳即会成阴 阴代表什么 代表物质 阳代表能量 一个身一个死 一个定 一个动 它都是相对的 相对待的 所以我们比较 不主张说 太过重视 五行的深刻 什么道理 因为 它不可能固定的 它是一种深化作用 你看土跟什么 没有关系 你没有土 你这个水能够成形吗 我们看到一个河流 看到一个小池塘 你都知道它有泥土 才能够成形 火把东西烧了以后 就变土 那金就埋在土里面 木头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 它彼此之间 应该是个深化的一种作用 不要太过强调 它的深刻 应该会比较好 原来是气的运行方向 造成了五行 可见五行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把五行理解为 金木水火土 五种各自独立的物质 是不准确的 但是金木水火土 和东西南北中 又是怎样相配的呢 我们为什么说 南这里可以放东西 而不可以说放南北呢 那东南西北中 是怎么配上去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了 天意生水 是南方还是北方 我们现在都很知道了 水是北方 第二生火 所以火是南方 天山生木 木是什么 木是东方 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 太阳一照到木才会 顺利的成长 有属有土 如果没有太阳的话 这个木头也很难 然后西方多余 反正是多余的地方 都产金 中央叫做中土 所以我们都很自豪 人生难得 中土 珍贵 所以身为一个中文人 应该感觉到很了不起才对 因为所有的好的元素 都被我们占到了 天地 天堂地北 我们很熟悉的 定位以后 东西马上就出来了 你看天如果在这里 地就跑到上面去 东就跑到那边去 西当然在这里 只有中 你再怎么样 它都不会变了 所以这个中土 到最后就变成 益金里面一个不变的部分 叫做不义 它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那个土不能改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叫东西 不可以叫南北吗 把那个南北拿给我 它都听不懂 什么道理 你从河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东是木 西是金 你看所有东西 大部分都是木头跟金属 把它组成了 就叫东西 可是南北 南是火 北是水 这个水跟火 它合不到一起 你用火来组水是可以的 但是要把火跟水 来组合成一个物件 可能很难 所以就不成东西 因此我们只能讲东西 就不能讲南北 也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由河图 你去了解 易经的理器像素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我们会把这个 大致上做一个介绍就好了 我们还是要从易理开始 大家明白易经的道理 回头看这个 你不会着迷 你不会一头钻进去 就拔不出来 不会 从汉朝以后 我们看到太多的人 都是一头钻进去 那就出不来 所以才有个王毕 大力的扫相 他说这些都是 其实也不必了 因为我们现在 大家知识都很丰富 判断力也比当时要好得多 我们不要过分地害怕 我们就把他们合并起来 我们一起来研讨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有些东西 的确应该要把它导正 传说河图洛书是易经的源头 那么通过对河图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的基本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河图中的黑点白点 就是易经中的阴和阳 那么如此简单的黑点白点 怎么能够构成我们看到的 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呢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你如果没有了解易经 你要解释经典 那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从字面上去解释而已 你找不出它的根源 不知道它背后的道理在哪里 我们今天看了河图以后 我们才觉得说 就那么几个黑白点 怎么有这么多变化呢 这样各位才知道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你做一个好事 就记一个白点 你做一个坏事 它就出现一个黑点 那都不是凭空讲的 因为你不要看黑白点黑白点 你看现在电视就是黑白黑白黑白 那个原理是非常简单 你看刚开始电视是黑白的 就是什么 就是灯亮了 它就是白的 灯不亮了 它是黑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太极生两仪的一个产品 后来慢慢变八卦 十六卦 三四二卦 然后彩色出来 到了六四四卦的时候 那个彩色就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自然 大家从电视的眼镜 可以知道 太极到六四卦 是多么自然的演变 完全没有人为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常常讲说 人不要 老是觉得我创造发明 没有那回事 你就是向自然学习 你就是以自然为老师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记住 我们任何事情 都要用自然来做 我们衡量的标准 合复自然的 你可以做 不合复自然的 最好不要做 因为你现在觉得很好 是你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等到有一天后果才知道 那么坏的时候 你已经来不及了 后悔没有用 一开始就要注意 我要做生活的事情 合不合自然 所以我们最后才会讲 顺其自然 而不是听其自然 你顺了自然 要加上人为人 不是说我听其自然 我什么都不管 那是不负责任 可是我要很积极 我要做 你不要乱做 你乱做糟糕 犯做就叫那照灭 那我要顺着自然的规律 我还是要努力的去做 而最后呢 又听自然 叫做听天命 那这样你对中国人的思想完全了解 否则的话 因为我们很多思路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 你总是内心很挣扎 你看现在人最大的控制就是嘴巴所讲的 跟心里头不认同 这样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你是不是中国人 要看你 有没有中华文化的素养 你认不认同中华文化 你会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你的一举一动 把中华文化把它发扬出来 如果是的话 你已经在平天下了 那有什么难呢 谢谢 谢谢 谢谢